去医院做检查,尤其是抽血检查,是不是一定要空腹? 今天咱们就用一个视频给大家说说这个话题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增强,人们现在都知道 到医院去做检查,一定不能吃早餐 一定要空腹去,因为有可能涉及抽血 这个抽血里头,比较常见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生化全项里面,这个血脂,它就受到饮食的影响 你吃了饭,就不建议你抽 而且抽血的时候,医生也会问是不是空腹 这样的话,大家都知道,我要空腹去做检查 当然,这个的确是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你好多情况下,你吃了早餐 比如说吃了油条,你这个上午再去一测 你这甘油三脂,就很容易高,就这么快 而且低密度脂蛋白,它也需要先测量空腹脂蛋白 然后通过Faried Wall的公式算出来低密度脂蛋白 它也有赖于空腹脂蛋白的测量 所以说,这一切都指向我们要空腹做检测 所以说,大家去医院的时候 现在在咱们中国都推荐大家空腹 尤其是抽血的时候 但是呢,空腹的确有空腹的问题 我从三个方面给大家说一说 第一个呢,从咱们学术方面 从医学角度讲呢,这个空腹测出来的检测呢 实质上它并不是身体的最真实反应 你想啊,这个空腹的定义是八个小时未进餐 咱们身体有多长时间处于八个小时未进餐的状态 早餐,四五个小时吃午餐 午餐之后四五个小时吃晚餐 晚餐之后,空八个小时一口东西不吃 那才算是空腹状态 合着满打满算,只有凌晨的那么几个小时 可能算是个真正空腹的状态 而我们身体呢,绝大多数时间处于一个餐后的状态 所以说餐后的状态,它才是最真实的状态 才能真实的,你比如说血脂 测量这个非空腹的血脂 可能才能反映出来真实状态下 这个血脂对于血管的影响 所以说呢,因为这个原因,在学术界2016年 欧洲动脉状态应用化医学会和 欧洲的化学和检验医学会呢 他们联合出了个共识指南 就是推荐使用非空腹血脂 这个要参考非空腹血脂 可能更加准确 这个有一定的意义啊 咱们这么一想,它也有它的这个代表性 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其实我从现实临床工作中也说几点 这个空腹抽血做化验相对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在临床上有一些糖尿病患者 或者说特别老年的糖尿病患者 上岁数比较虚弱 八小时不进餐,早晨来看病 排队看病,排队抽血 一大上午过去了 真正到抽完血能让他吃东西 有可能已经十几个小时了 甚至更长时间 这个时候老人容易发生低血糖等一些意外情况 这种情况有经验的临床医生都有过感受 所以说呢 你看我周一就遇到这么一个老年人 八十了 来看病,再做化验 有点低血糖了 快点我口袋有块巧克力 我给他吃完了之后 这算是有个环节 实质上来说 这也反映出来 如果对于这些人来说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关照和关爱 我现在对于我自己的这一类患者 我并不要求严格空腹 这个因为呢 的确增加他发生低血糖的风险 再一个呢 我还有一些种感受 这个第三层层面 好多人是非空腹来找你看病 然后呢 你给人开完化验 说啊 这个得空腹测 你改天再来 再抽血 他还得再跑一趟 嫌麻烦的人就不来了 造成漏疹 所以说这些原因呢 都支持着我们 可能后期啊 是不是应该 比如说两个标准 一套标准 是支持空腹之后 做抽血化验的那个参考值 再一个呢 是不是我们对于一些某些指标 比如说受到饮食影响大的 可以制定一套 这个参考的参考值 这样的话呢 即使有些病人 因为他特殊的情况 特殊的原因 他不能这个空腹 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呢 对他疾病进行一个诊调 这是我自己一些想法 当然等后期 我也会尽自己的努力 去呼吁这个事 当然呢 今天也是 就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个事情 只能说呢 对于一些高位病人 对于一些有一定风险的病人 的确我们需要注意 这个不能让他们空腹 时间太长 就为了看病抽血 这个时候呢 医生注意 患者自己呢 也留心注意 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跟医生沟通一下 您说 是吧 岁数太大了 糖尿病 怕低血糖 能不能早看一会儿啊 或者说能不能 今天先查了之后 如果您看的这个指标 它和饮食相关性不大的 咱们先查了 这样的话呢 也可能给患者 带来更多的方便 好了 今天啰啰嗦嗦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也希望呢 后期咱们很多专业的 同道同仁一起努力 能够让抽血花燕 做这个事 越来越人性化 越来越好 好了 今天说到这儿吧 关注健康 关注张静大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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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